各位香港星期頻道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訪問 我是主持Andy 今天我很開心 請到一位聽了她十一年 靈性唱過很多好歌給我們聽的 穎儀Vinc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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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國 加入樂壇都十一年了 其實我覺得穎儀是一個純唱的歌手 因為十一年都是以唱片 出歌為主 很少見你說拍電影 拍電視 你自己這十一年來 你覺得自己在音樂方面的體會 是否給了你什麼 這十一年 我覺得是完成了一個很大的心願 因為一直都是 因為我是一個不特別興趣喜好的人 但是小時候就知道自己很喜歡唱歌 所以為什麼可以堅持唱到十一年這麼久 我想都是因為對唱歌的這種熱誠 嗯 還有我個人有些歇斯底里症 就是我很專心 歇斯底里症 我很專心會做一件事 是 譬如我喜歡唱歌我就要 這件事我就要很專注去做唱歌的這件事 也拿過很多成績 還有金曲 唱片也銷量不錯 但是我看到最近出了一隻新碟 叫做Short Stories Andy就很用心聽我裡面的歌 其實我很驚喜 因為有別於以前的那些 譬如一隻小豬是說一個人的成長 小時候大家聽了很多同學故事 都很美好的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現實的社會的時候 其實這個世界不是小時候想像那麼單純 那麼美好 有時候你聽到的道理 譬如叫你不要說謊 要找真愛 其實去到成人的世界裡面 有多少個人可以真的完全不說謊 或者你會聽到一些很背對而馳的道理 你不可以這麼誠實的 你做成人的讀手包來討吃東西 我就在說這些成人和什麼仔的一些矛盾 其實不是說你自己 你覺得也有些 都是的 我都經常會被人說 因為有時候人家問我 我就回答直接的 A就是A B就是B 我們叫他直長直肚 是的 然後有些人說 其實你不用回答他那麼直接 你可以兜一下 遊一下花園 或者是百德無尼兩可 反而大家會覺得更加有趣 是 所以初初在出道的事情 如果我都不明白 那A就是A B就是B 還有沒有就沒有 我怎麼回答 為什麼我用偽裝 為什麼我要在旁邊走一個花園 原來這些 又不是說謊 只不過是不計 可能整個世界 每一個人的需求 當前的環境 可能是記者需要的答案 你千萬不要給A答案 我沒有東西寫 這樣 那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些不習慣 我初初會的 會有些覺得 咦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唱歌 在我的世界裡面 就是覺得 喜歡唱歌 做歌是否唱歌 我不用理會那麼多其他的東西 但其實原來 當你做 當這件事變成你的職業的時候 你需要兼顧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慢慢在樂壇上成長 每一個人慢慢成長 慢慢去學習 那此次自刻 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你給自己一個什麼的作用 去面對你每天的新挑戰 其實都是覺得要忠於自己 忠於自己 忠於自己 因為就算身邊很多人 不跟你講不同的道理 你會很動言 是否應該唱A講 還是B講 但是 你很勉強去強制自己 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可能你做了三天之後 第四天 你還是沒有了 堅持不下去 我覺得忠於自己 還有 始終智慧是會隨著年齡的成長 隨著經驗 隨著歷練 可能有些人很快 有些人慢一點 我覺得每個人自己的部分 那另一首歌 遙南曲 很難得和黎瑞欣合唱 但我覺得更難得 原來這首歌背後的意義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 這首歌背後 其實是想鼓勵大家 多些和自己的家人溝通 尤其是父母 很多子女都會嫌 爸爸媽媽媽的長氣 尤其是當你年紀再更小的時候 你會說很多所謂的事情 都要管著我 但是 有很多時候你需要站在 爸爸媽媽的角度 那裡想 為何他會經常都 問你呢 其實可能會當你 永遠都是 是剛剛懷胎 剛剛生完 懷胎 就像生完出來的小朋友 永遠都很想去保護你 那應該要好好珍惜 每一次和家人相處 珍惜每一次的對話 所以這首歌 其實是用了一個 對唱的形式來導 而不是 因為市面上都有很多 一些歌頌媽媽 說媽媽很偉大 媽媽很疼我們 但是這次 我就想是一個很直率的對話 嗯 OK 會不會跟你自己和媽媽的感情 都有些關係 當然會 對啦 怎麼會這樣啟發我 寫 就是唱這首歌 就是因為我覺得 有些東西你失去了 你才會去珍惜 某些事情 某些歌的囉嗦 所以這首歌 都是送給天下間 其實都不是單方面 是說要體諒媽媽的 其實這首歌都很適合 但是自己都有一些內心的說話 沒有跟你說 所以雙方面都要去互相溝通 我覺得 另外一首叫 《最新排台》 《習慣愛你》 《習慣愛你》 我知道看得好像一首普通的情歌 但其實沒有說到你自己對愛情的看法 其實都是這樣 我想這首歌都是一些拍拖的情路 拍拖的一些朋友 應該都會很明白的 尤其是當一件感情變得久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初初很熱暖期 大家還是 你猜一下我 我猜一下你 到最後大家是 已經好像一張 大家已經是 怎麼說 是看穿大家 不用再去偽裝 我不可以在你面前做一些事情 我又要好好含羞搭搭 去到一個階段 可能你只是習慣了大家的存在 其實沒有說是很不好的 有時候我覺得 愛也可以是一種習慣 因為習慣 因為你愛他 所以你才習慣了他在你身邊 但有某些情況就不是 因為已經沒有了愛 所以只剩下習慣了 即是說接下來這首歌 即是出了這首歌 講很多關於你自己 第一人生的感覺 的看法 會不會這個都是你未來 即是繼續做音樂的一個堅持 擺出自己真實的一面 更貼地 更加有血有肉 這樣被人看到永遠 我想說 也不一定的 我覺得我現在做歌 做音樂 都不會說框著自己 我一定要走這個方向 都是很隨心 即是到時候 我要收到這首歌 或者我要做音樂的時候 好像有些什麼想說 有些什麼音樂風格 很想試 所以都沒有一個定力做 現在做音樂 最重要是不要框著自己 好 非常好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在我心目中 永遇到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熟唱的歌手 忠於音樂 忠於自己 但無可可用 很多人說這十幾年 香港的唱片市場 真的經過很大的轉變 聽眾聽歌的方式都轉變 以前真的可以賣碟 很好的收益 但現在就變成網上聽歌 網上賣歌 對於一個 真的以出唱片 唱歌為主的歌手來說 會不會有很大的挑戰 其實都很大的挑戰 我想現在 碟有碟的做法 網上世界 網上世界 做法 剛巧我跨靜在碟上 去網上世界 這個交接期 所以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也是 因為去了一個網上世界 也多了很多空間 可以發揮 就是現在 我可以 直接不出來做訪問 大家都可以知道我做過什麼 就是 都有一個足不出戶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辛苦是 這個交接其實是辛苦的 但是 時代會變遷的 最重要是 我覺得要去接受一些新的字文 你有沒有信心一直唱下去? 我當然希望可以一直 大家 一直可以 就是 我的歌聲可以一直陪著大家 嗯 希望可以繼續做多一些 我想做的音樂 亦是一些大家想聽到的音樂 給大家 好 今天很感謝詠儀 照受訪問 繼續加油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們 感谢观看